大家好,我是潘兴诺 我来自东家许名医小 我要朗读的课文是 四年级华文课本 第十三单元 尖头无数诗 在一个民封古古的小镇 经常有人在那儿的公园里进行表演 吸引不少路人来观赏 有一个积极无闻的魔术师 也经常在那儿表演 不过,他的表演经常闹笑话 他甚至曾失手引起火患 把匕首当成口袭 还弄伤自己 先生,请您把魔术师赶出公园吧 这个 人们不断地向公园管理员投诉魔术师 甚至他的侄儿也说 您也被他拖累了 赶紧请他离开吧 可是,管理员投诉魔术师的声势 不认这么做 决定和他好好谈谈你 拜托你赶紧编出一个 沉断的魔术厨来看看吧 如果还是失败 我只好把你去除除去了 好,我知道了 魔术师低着头 勉强地回答 坐在公园边的魔术师 在苦闹一段时间后 终于有了好主意 用力拍了大腿一下 接着,他在很厚的枝上画圆 然后把圆分成三部分 分别涂上红色、绿色和蓝色 之后再剪下来 贴在妥妥上 我完成了 你可以把大家招来看我的魔术表演了 表演时间到了 魔术师面带微笑 站在公园台上 各位,这次我将表演魔术驼驼 啊,这次会表演成功的魔术给我们看吗 观众心中充满着疑问 各位请看 彩色陀螺马上就会变成白色陀螺了 魔术师开始转起陀螺 不一会儿,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陀螺转着转着 真的就变成了白色 好棒的魔术啊 魔术师终于变出成功的魔术了 观众欢呼着 直拍手 表演结束后 他疲累的坐在公园的椅子上 有个小男孩 面带羞怯的走过来 坐在魔术师旁边 两手还捧着一个漂亮的鱼竿 小男孩 是魔术师 说不定可以解决我的烦恼 原来是鱼竿的打气 装置坏了 魔术师将装置拿出来仔细观察 发现已经无法修理 让我想想法子 让我想想法子 魔术师想了一会儿后 转身跑到西边 标了一些水槽 又从他的百宝箱里找了一个小电灯 这才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叔叔真的吗 魔术师点点头 他把打气装置从鱼竿里拿出来 然后小心翼翼的在鱼竿底部 铺上水槽 接着装上小电灯 这样真的没问题了吗 小男孩虽高兴 但还是有点担心 现在不用烦恼了 你看鱼儿可以继续在水里活得很好了 魔术师微笑着 鱼儿看起来游得更自在 叔叔 鱼竿里没有打气装置 我的宠物鱼也可以活得很好吗 是啊 你要相信叔叔的魔术 谢谢叔叔 小男孩面带微笑 捧着他的鱼竿回家了 魔术师露出一笑眼术的 啊 原来人们要的魔术这么简单 除此以后 他成为一名受欢迎的魔术师了 谢谢大家 我让你做什么事 我然后也把我打个正确的 我哪把你打解 我的天啊 反正